中印上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的源头 脾胃康健是身体健康的本钱 今天沈医生就把健脾养胃的六种忠诚药给大家做个汇总 第一个是大家熟知的四君子丸 它是补气健脾的资本方,很适合单纯的脾虚的患者 这类人平时懒洋洋的,总想躺着说话声音也不大 胃好像比别人小,稍微一吃就饱,大便软啪啪的不成形 这样就可以参考四君子丸 第二个是补中义气丸 它的功效是补中义气生养局限 这类人是长期的脾虚导致的下陷 总是感到倦怠乏力 走路的时候脚像被粘住了,抬不高,一动就出汗 面色发黄,吃饭不多 长期的拉肚子,屁股上有下坠的感觉 很容易感冒发烧 但是每次体温只是微微升高,37度5左右 去医院检查可能有脱缸,子宫下垂,内脏下垂的表现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补中义气丸 第三个是森林白猪丸 它的功效是义气健脾,肾湿止蟹 擅长调理脾虚有失引起的蟹蟹 脾胃具有蕴化水液的功能 所以脾虚之后很容易产生失血 这类人不仅是大便不成型,黏马桶,不好冲 它的体型要么很瘦,要么虚胖 身上肉很松 有时候早上起来会发现炎有点肿 平时也没什么精神 这类情况就可以参考森林白猪丸 第四个是平胃丸 它的功效是造湿健脾宽胸肖胀 和森林白猪丸相适应的人群比 它这类人群主要是弹湿重,脾气虚 所以它最明显的症状是胃部腹部胀满 总是大嗝反酸,有时候稍微吃一点就想吐 总感觉乏力,但是它这种乏力使身体沉重 像是提了几点重物 这种情况就可以参考平胃丸 第五个是香沙六菌子丸 它主要治疗脾虚有弹气质症 脾虚之后就会产生弹湿 这个弹湿又会阻碍气急升降 这时候就会出现肚子胀满疼痛 爱打嗝,甚至说恶心呕吐 有的人还会出现全身浮肿 同样也出现倦怠乏力 大便不成形,这些脾气虚的表现 这时候可以参考香沙六菌子丸 第六个是福自立中丸 它的功效是温中健脾,可以调理脾胃虚寒症 这类人不能吃凉的 一吃就会感觉胃部冷疼 用手搓热能有所缓解 吃饭不多,稍微一吃就感觉胃部胀满 平时很怕冷,手脚冰凉,没什么活力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福自立中丸 以上就是六种健脾养胃的忠诚药 你学会了吗